高舉標語要求總理下台 以色列特拉維夫示威民眾 說納坦雅胡根本是災難製造機 舉著親友照片他們都是人質 還在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哈馬斯手中 示威群眾在通往以色列國防部的幹道上 走入車陣癱瘓交通 以色列人民的怒火 卻無法將總理納坦雅胡趕下台 納坦雅胡任期直到2026年 提前選舉的機會卻微乎其微 以色列人民怒火持續高漲 不過納坦雅胡似乎一意孤行 拒絕在美國 卡達 埃及調停之下 哈馬斯提出的停火及人質換球計劃 而且還表示已經批准進攻拉法 15號200噸的物資已由海運抵達加薩地區 而第二艘載有240噸食物 包含摘接月期間傳統食品的珍妮佛號 也將出發 不過加薩民眾能不能盼到停火的好消息 可能還是要看納坦雅胡 能不能聽到以色列人民還有國際的憂心 靜新聞曾經為王朱瑩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